今天來做港式叉燒喔 用的港式叉燒醬是Good BBQ好稍微出品的 港式叉燒醬 那裡面有兩包醬料 一包是醃料包 是拿來醃肉用的 另外一個是麥芽糖水用來上色用的 這次挑選的是豬夾心肉 但如果想要吃其他部位的肉的話 都可以用其他肉類取代 像是要用雞肉也是可以的喔 那一開始我會習慣用竹房紙巾 把買來的肉品血水先擦乾 擦乾淨之後就可以放到乾淨的保鮮盒 或是保鮮袋之中 接著加進醃料包 那如果想要讓肉更入味的話 可以用竹籤或是鬆肉蒸 粗一些豆讓它可以更入味 準備好就可以放進冰箱 冷藏8個小時以上幫助醃料入味 放進烤箱的時間建議是200度30分鐘 那中間可以翻面一下 第一次烤完之後就可以拿出來刷上麥芽糖水 這個動作可以幫助第二次在烤的時候 讓肉色更上色更漂亮 因為剛剛烤的已經差不多 所以第二次的話建議可以放200度 5-8分鐘的時間讓肉色上色就可以了 哇哦看起來是不是超美味呀 再來做個暗染小火飯 有淡染青薑菜 再放上我的叉燒肉就完成吧